歡迎收看大新聞大爆掛 我們看到呢 現在政府是一直喊著要振興 但是店家呢 卻一家接著一家倒 在疫情之下 2021的必比登推薦名單 已經出爐了 但很遺憾的是 其中呢 有三家目前是歇業中 對民眾來說呢 一直喊要紓困要獻金 但是呢 小英總統執意要發勸 而且我個人比較吃驚的是 民進黨內做的一份民調顯示 居然高達六成的民眾是 支持力挺五倍勸的 真的假的啊 這是活在平行時空嗎 好 還有另外來看到 現在這個是帛琉泡泡 重啟了之後搶翻天 完全搶爆了 但是比較有問題的是 居然免隔離耶 回來台灣之後 只要五加九的自主管理 所以是怎麼台灣人這麼健忘嗎 之前的三加十一 大家都已經忘光光了嗎 好 那我看到 就是現在在聊天室呢 大家趕快進來 好 這個狀況如何 那有些人就早早進來等了啊 那還是一樣 如果說你在 不管在世界各地的哪一個地方 你都打聲招呼 跟我說你在哪邊 好 雖然說我們這幾天的影片 都持續還是有進發燒榜 但是呢我們的在線人數真的還沒有補回來 坦白說在線蠻難看的 尤其在昨天烏漏偏逢連夜雨喔 就是好不容易人數再上去 結果又碰到了斷訊 連斷三次 要不然就是一直卡來卡去 所以到後來呢 可能整個狀況就是一個雪上加霜 這個部分呢我們節目呢 會自行補強調整 不過也是要靠大家幫忙 大家多多支持了喔 說到這呢 請問各位加入中天會員了嗎 邀請大家加入 因為每個月的小額贊助呢 這對中天來說是有實質的幫助 那有你的加入呢 可以一起跟中天 壯大監督的力量 好 所以歡迎大家 我再看看聊天室喔 好 大家都已經 好 有些人就說 好 有人說在戲子是不是 在淡水是不是 好 有人直接來報到了 好 那趕快 好 那或者是你這個親朋好友 可以的話大家都一起來 好 那記得按讚 基本動作要做 可以的話來止評上收看 好 那大家趕快再幫我們多沖幾波 那麼首先為您介紹 這第一個小時的節目來賓 是布演了新聞台台長朱凱翔 早安 還有我們的罪證發言人 民眾黨發言人楊寶貞寶貝 親愛好 大家好 好 那說到這呢 大家都吃飽了 因為如果是在台灣時間啦 午餐時間剛剛過 但是呢看到這份名單 其實很多人可能又餓了 好 這個是呢 2021的 畢比登推介名單已經出爐 你知道畢比登這三個字喔 在昨天是在網路熱搜 幾乎都被畢比登給洗版了 好 我們看到呢 這份名單當中呢 可是很遺憾 有三家顯示目前歇業中 所以老饕們如果要朝聖的話 恐怕還等一等了 好 我們請導播拉開 好 跟我們一之一道 我們來看一下喔 其實這在今年的這個 關於台北台中的畢比登名單 一共呢 九十一間榜上有名 那我剛剛特別提到的 就是這三間 好 這個 香帝御膳食堂 那麼另外呢 還有醉月樓 還有廠紅麵點 好 這個全部呢 目前都還是在歇業 那至於營業日 什麼時候開門呢 在另行通知 那除此之外 我們看到了 這是網品集團喔 他直接收掉了 好 收掉了這個 他們的樂士品牌慕樂 在全台灣的門市全收 只營業到8月31號 好 我們先看到這邊 那當然 都是受到疫情的衝擊啦 所以你會覺得這種情況 恐怕一時半刻 是不是看不到鏡頭 尤其呢 身為老饕的朱凱翔 你是不是有愛店 已經快撐不下去了 或是搖搖欲墜 我真的有 在這波疫情當中 有我從大學時期 開始一直吃 在新店的一家宵夜的麵攤 然後就收掉了 因為這個 就是 反正就是房東 他不願意降房租嘛 然後這個就是 又不能內用 然後呢 聲音也很差 他乾脆就收掉了 那我看一下這個必比登 你現在是要討論 必比登的美食 也可以啊 你不是一天到晚煮煮煮嗎 不是上禮邊有煮牛肉麵 沒有他裡面確實有幾家店 還蠻常去吃的 那現在很不幸 也就是很多商店 很多店家 現在在歇業當中 其實我覺得啦 那這個反正美食這種事情 大家就是我們用說的 都比不上你自己去吃 我們就不再多說 但我覺得 我覺得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於說 如果你的疫情始終沒有 真正的壓制 然後把這個警戒降低 你再怎麼樣的振興紓困 都其實都很難達到它的效果 比如說今天如果我跟楊寶貞出去吃飯 中間隔這個隔板 那我就寧願不去啊 我就寧願等到隔板 可以拿掉的時候 再跟他出去吃飯 我們兩個戴著口罩 有什麼好聊的呢 所以我覺得這還是 最關鍵還是回歸到疫情 到底要怎麼樣控制 我覺得比較重要 那此時此刻 大家在討論的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振興跟紓困 其實我都一直覺得 我們最近一直以來的紛擾 關於振興跟紓困的紛擾 其實最大最大的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的政府自己腦袋不清楚 你到底是要振興還是要紓困嗎 現在越來越多的這個討論 已經開始出現很明顯的聚焦 就是此時此刻我們需要的 不是振興 而是我們先把紓困做好可不可以 可是我們的政府似乎就覺得 就想要一間二顧啊 就是覺得說啊最好是 最好是啊我這個政策啊 這個一千換五千這個政策一下去之後 這個需要的人很困苦的人 他就被紓困了 那我們這種不需要的相對來說 好像沒受到什麼影響的 我們就會去振興 你越是這樣想 你就等於說你心中想的 然後你想到的手段 沒有辦法達成你的目標 然後反而變成故此失筆 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什麼 就是今年的疫情跟去年比起來 其實是今非昔比 去年疫情相對和緩的時候 其實很多餐廳都還是可以再這樣去用的 然後甚至於在暑假 這個解封一解之後 陳時中穿著他的夏威夷衣衫 在墾丁大街採街穿著木機之後 其實那時候國旅已經在爆發了 甚至不用你政府在那邊什麼券啊 什麼券都不必 都不必很多民眾已經自我解封 已經自我去開始進行報復性的消費旅遊了 那時候的狀況是這樣 但現在不是 你從頭到尾就沒有搞清楚一個重點 是很多民眾在這一波疫情 這三個月的 這三個月的 顯然講跟封城沒什麼兩樣 只是我們沒有像去年很多國家那樣硬封城 我們就軟封城 差不多是類似的概念嘛 那所以很多的服務業 就真的重創啊重挫啊 所以現在此時此刻需要的是紓困嘛 你可不可以先把你的力量集中起來 然後腦袋清楚一點把紓困先做好 把紓困做好 讓很多的民眾先撐過難關嘛 現在狀況是什麼 你在那邊講振興 振興好像拿一千塊 給你五千塊 然後大家就再花一萬塊 這件事情是不切實際的 因為第一個 最根本的因素是 疫情的陰影並沒有完全的散去嘛 台灣現在的疫苗接種率還是不高嘛 以打兩劑來說 打一劑的其實也不高啦 打完兩劑的更不在話下了嘛 所以疫情到底過去了沒 這讓很多民眾是心驚驚的啊 心驚膽戰的啊 所以指揮中心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現在在那邊談振興啊 行政院可以 指揮中心請你把你分類的事情做好 就是盡可能的張羅最多的疫苗 讓民眾可以毫無後顧之憂的持續施打 這時候民眾的信心 民眾的消費信心就會回來了 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我願意走到街上去吃飯啊 然後呢 這板子也許就可以拿掉啦 那很多的商家在前一波疫情當中 他選擇他選擇休養生息 他選擇高竹牆廣積糧 把電纖收起來 這個員工去放無薪假 他會選擇看起來好像真的OK 他不要隨便開了業之後 隨便開了業 可以內用 開了兩天疫情又爆發 我要收起來嗎 所以這是指揮中心該做的 在公衛這件事情該做的 那你行政院該做的事情 就是你不要再想著 不要再想著說什麼 我又要振興又要紓困 而是先把錢發給很多很辛苦的朋友 你要用什麼什麼排富啊 民眾黨不是提排富30%之後 然後普發嗎 再多發一點嗎 然後像趙浩康先生也這樣的意見 然後國民黨是說不用排富了啦 全部發 然後呢這個金額就比較少一點 但是可以介紹很多行政程序 都無所謂 你就趕快先把紓困這件事情做好 然後呢不要再用很奇怪的觀念 說什麼我怕民眾把錢存起來 當你以紓困為政策目標的時候 你就不應該去在乎民眾把錢存起來 因為大家就是辛苦嘛 就是辛苦 所以說我想要把錢 然後呢留著 你管我怎麼花 Winter is coming 好嗎 有沒有看冰與火之歌 這個領冬將至 大家怎麼知道 領冬會不會什麼時候又來了呢 存起來又怎麼樣 我們就是要協助辛苦的民眾過難關嘛 你現在問題就是在於說 大家都告訴你說 很多人還沒有走出難關 你就在想著說要讓他多花錢 免得你把錢存起來 這就是現在的矛盾的地方 這就是你挨罵的地方 你還搞不懂嗎 那振興的部分 需不需要振興 我覺得可以 但是振興的優先次序 第一不是此時此刻該想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它沒有這麼重要 只要你把疫情控制得當 去年經驗不是告訴我們嗎 我們大家自然走出來消費 哭來爆吃啊 馬先會也是很愛吃的人好不好 馬先會最喜歡吃 而且喜歡喝白酒 大家知道解封之後 盡量約他吃飯喝酒 好不好這邊裡面的餐廳 也有不少是他喜歡的餐廳 對不對 你們就盡量去約 盡量去吃盡量去喝 根本不需要你在那邊 什麼鼓吹要振興 大家都悶得很慌 就會走出來 所以我覺得現在問題就在於說 政府沒有想清楚 他到底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 然後呢 你目標就不清楚 你自然沒有辦法 擬定一個非常確實 然後有效的手段 然後現在就是變得亂七八糟的 好像這邊也想要有 沾到一點點效果 那邊也想要兼顧 這樣子的這個效益 然後就變成反而故此失彼 什麼都做不好 所以不要說振興了 對現在很多店家來說 連紓困都完全等不下去 所以凱翔我再問 那如果說政府還是依舊 執迷不悟的話 接下來這些店還有得到 還是說解封之後 自然就會好 我最近個人也在看 因為我自己個人也有一些 這個工作上面規劃 所以我就看很多店面 其實確實我 幫我自己去看很多 我沒有要開店啊 不是啦 就是有去這個市場調查一下 市場調查一下 然後就有很多的朋友 也是在講說 就這種房東啊 或是房仲 就在講說 其實前一波 已經非常慘烈的倒了一波 真的不行的 靠現金流的 或是說他可能過度擴張 不管是他本身的因素 又或者是現實 現實很殘酷 會讓很多人就真的撐不過去 已經倒過一波了 反而此時此刻 此時此刻 他會感覺到 相較於前一波的死氣沉沉啊 哀鴻遍野啊 現在反而是有一種 這個春風吹又生 這好像是負面的詞 不會這樣講 有點像是雨後春筍 春筍開始佈局的 開始租房子的 開始重新準備開業的 這樣的朋友 開始很多 大家都覺得疫情 終究還是會過去的 那我覺得 我覺得民間的力量 從來都不需要政府操心啊 我非常討厭 蘇生昌的一種嘴臉 就是他剛剛 就是剛剛講的說 你們怎麼把錢存起來 存起來又怎麼樣 民眾會為自己的生活找出路啊 我要照顧自己 我要照顧我的家人 我要照顧我的家庭 我會比你更操心 我自己該怎麼做 我會比你更能幫自己 做一個好的決定 所以你們這些大官啊 不要拿著我們自己 繳出去的稅跟這些血汗錢 當成是你自己的錢啊 當然你自己的錢好像在那邊說 哎呦不能讓你這樣花啊 不能讓你這樣存啊 不要啊 你就把你分內的事情做好就好 你把你的疫情控制好 你不要弄一些很複雜的行政程序 或是你自己的意識形態干擾民間 干擾民間自救 那是我們的錢 你就直接把它發出來就好了 不需要你在那邊疊床嫁屋的設定一大大規則 那反而是造成我們的困擾 人民自己會想辦法找到出路 但是你們這些官員 不要成為我們的絆腳石啊 都是你啦 就現在在聊天室裡面 我們討論起來白酒還有白葡萄酒 好不好 大家就已經開始 你辦公室不是有嗎 我是你才有好不好 你才有一手吧 好啦 可是呢 我們看到目前現在這個情況 也就是 除了像網品集團 他直接就收掉了他的品牌 沐月全台灣的門市喔 當然啦他的說法是說 因為呢 朱約到期不續約 他的說法是這樣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一定多少有受到疫情的衝擊嗎 比如說台灣的家樂福 現在傳出要賣耶 530億元要出售 那你就會覺得說不對啊 家樂福之前不是才買頂好嗎 而且才換了招牌對不對 那現在為什麼 就說要賣 那知情人士透露就是 因為法國方面計劃 未來數週之內 要展開出售台灣事業的 這一樁交易價值16億元 家樂福已經聘請了摩根 史丹利承銷相關事宜 預計夏天過後就渴望啟動了 所以是真的了 那因為聽說啦 其實家樂福之前買下頂號 然後光是換招牌 其實這個錢都快拿不出來了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想像中的 這個賺錢 你更別說要回本都是很慢 那現在又碰到這個疫情衝擊的 這麼嚴重之下 所以整個看起來真的很不妙 寶貞 我覺得蠻不容易 因為我自己住的旁邊就有一家 他之前是頂好 然後他就在疫情期間 大概八月中的時候 他就花了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整修 然後換招牌 裡面的格局也稍微的調整一下 我就想說天哪 他們在疫情期間 這麼困苦的情況之下 然後還得去做這件事情 還得去花一筆成本 然後去重新的裝潢 或是重新的去做一個 這個背板的一個更換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這個疫情期間 你現在所看到檯面上的 包含剛剛講到的一些有名的餐廳 這還都只是冰山一角 而且是因為他們有名 知名的這個飯店 或是知名的一些餐廳 你可能對他有印象 但其實很多是在我們街坊巷弄 很多店其實他都是倒掉 他有些可能就真的說 我就是租約到期 我沒辦法再續租了 我就沒錢了 我就沒有辦法再付這個租金 當然是沒辦法續租 他不是不想做 而是他做不下去了 那甚至我有去一些店 他就有講說 哇之前這個租金 每個月就已經5萬塊 現在房東還要再漲2萬 就是我其實說老實話 房東可能自己本身也不好過 他可能自己日子也快過不下去 然後甚至有 我還看到我朋友的房東 還傳訊息跟他說 啊這個日子不好過 請一次傳兩個月的 租金跟我想說天啊 大家都好慘喔 大家都不好過 你知道我朋友也不好過 他可能有時候是比較接案子 在生活的那種工作 所以我就覺得 大家都生活不好過的情況之下 你知道就是房東 然後租客都很慘 那我其實旁邊住的一些這個 就是相關的一些這個店面 小吃店其實也換了不少家了 那我覺得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民進黨他有一個非常大的謬誤 他2008年的時候 明明就是支持發現金的 當時馬政府他發消費券 多少人蔡英文賴清德 還有當時時任的立委們 全部跳出來 政府你為什麼要讓人民這麼麻煩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就發現金就好了啊 你現在過幾十幾年之後 然後你跟我講說 我就發券啊 為什麼要發現金 你不是自打臉嗎 就跨時空在自打臉 你到底是為了什麼 那我覺得民進黨最好笑的地方是 他很喜歡去質問別人說 忠心思想是什麼 他自己不也是時空背景不同 然後就常常在那邊 忠心思想換來換去的嗎 你現在不是讓人民更麻煩 現在很多店家都倒掉 他可能連五倍捐 他都收不到了 緩不計及嘛 你就直接給他現金直接紓困 就像剛剛凱翔哥講的 現在到底是紓困還是振興 我覺得最好笑的地方是 蘇貞昌院長這幾天他說什麼 有啊 之前紓困已經發過了 發過現金了 天啊我真的覺得他們很平時 可是他的紓困其實是漏洞百出的 是而且他門檻非常的高 其實很多餐飲業者 他根本是想領都領不到 甚至他有一些可能是 因為雇主沒有辦法保勞保的等等 他可能想領都領不到 你門檻設的這麼高 然後你跟我講說你已經發過了 你不是很好笑嗎 就你現在其實說老實話 到現在其實疫情還沒有完全過去 我們也還沒有完全解封 你現在談振興 你現在發這些券 其實效益真的有到很大嗎 其實真正大家希望是 你趕快給我一筆現金 我趕快先度過我線下 最難過的難關 已經有一些孩子快開學了 你知道可能有些家長都很著急 我學費快付不出來了 你趕快給我筆現金不是很好 你還在那邊跟我說一千換五千 今天羅秉承講什麼 他說拿一千去換五千 是希望讓大家有參與感 我真的覺得這 我看到真是好不實肉迷 你知道嗎 就像千惠剛剛翻的白眼 我覺得非常真實 因為我也在心裡翻到好幾個白眼 更歡樂一點啊 更刺激啊 你可能一千只換到五百啊 你可能有換到五千 有換到一萬啊 你可能換到五百啊 就讓大家玩得更開心一點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政府真的很荒謬 我覺得他們完全不知民間幾個 他們懂得苦中作樂 我覺得他們很懂得講一些 你知道很經典的話這樣子 但他們到底有沒有實際的去 整個路上去看一下有多少店都是 大門都是深鎖的 他那個鐵門已經再也不會拉開了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就剛開始疫情期間 我就這樣走 我想說奇怪這些店為什麼 之前的營業時間卻都沒有開門 我本來想說 他是不是可能有調整營業時間 後來發現解封了 降級了還是沒有開 你就會覺得其實心裡是蠻難過 然後政府還在那邊跟你講一些五四三 最好笑的地方是 民進黨政府 他們現在自己黨派內也都瞧不攏 其實我覺得他們很多的民大 在地方上應該壓力蠻大 壓力非常大 你看像何志偉 王美惠或是蔡逸宇等等的人 還有像王世堅 全部都有跳出來去講 而且特別像是鄭國會的八位立委 都說你不要去拿什麼現金換券 真的太麻煩就不要 他們完全瞧不容 但為什麼蘇貞昌院長 就一定要去做這件事情 非常的執迷不悟 現在有一個聲音就傳出 他可以一路做大內宣 一路造勢到年底甚至過節 因為之後我們知道 這個百貨公司 不是開始要做年慶了嗎 你知道他現在在想什麼嗎 他希望你到時候拿那個券 就覺得天啊政府對我真好 原來這個券是來自於政府的 你知道現金發下去 你可能就忘記了 就覺得這個理所當然 但看到券就會覺得 有時間限制 然後這個是政府印字 我就覺得對政府心存感激 然後他就可以一路的造勢 你看他可以造勢幾次 到時候開始印發了 然後他到時候開始使用了 他又要去買漫畫 然後到時候又可以再開個記者會 就他可以不斷不斷不斷的 分階段的去大內宣 告訴你說政府 為你做了多少次 我印了這個券 對你多大恩大德 你還不知道感激 趕快卸阻隆恩吧 對政府呢 其實意思說 要拿五倍券來振興嘛 可是問題是 我們還要先掏錢買券 所以現在真的是民意沸騰 我們每天都在問說 那政府會不會從善如流 改發現金了呢 我覺得勸大家死了這條心吧 目前看來好像是真的不會 因為在昨天呢 行政院長孫昌特別去見了 蔡英文就是跟他報告 五倍券的相關規劃 結果來看看蔡英文怎麼回 蔡英文說今年疫情衝擊大 你看他還在講振興 他說振興是重點工作 而且會參考去年的經驗 那同時他指派孫昌任務 就是說呢 要做好溝通的工作 要跟立法院好好溝通 好那我先看到這邊 其實他說去跟立法院好好溝通 直接翻譯出來 也就是叫孫昌呢 趕快去喬 他們黨內那些有意見 有雜音的立委們 讓他們閉嘴乖乖聽話 是吧 有轉圜的空間餘地嗎 當然沒有啊 我覺得這從頭到尾就在演戲而已 因為從 因為他從每個不同的 你說誰在演 你說民黨立委也在演 每個人都在演 這就是一齣戲而已 那像為什麼要發券這件事情 我覺得剛剛保真講的是蠻重要的 就是你算算時間啊 如果從九月中開始發 九月中開始發 然後呢 這個發券的成敗 剛好就可以跟蘇貞昌的去留 打包在一起 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覺得幾個點啊 就是昨天其實 這個報紙大家都有報導說 前天就有這樣報導說 昨天蘇貞昌要這個 進官邸去面見蔡英文總統 報告五倍券的這個政策 會帶相關部會首長 很多朋友還陰陰期盼 這可能是讓蘇貞昌懸崖樂把 然後呢改弦跟章 從善如流的最後機會 但殊不知 其實我一早起來 我就覺得說不可能啦 為什麼 因為打開幾大報 都有報導說 要去看總統這個消息 但是自由時報 最富含台灣價值的自由時報 台灣價值的試金石 台灣價值的燈塔 這樣自由時報 頭版就已經告訴你說 五倍券優惠有多棒 然後打開來二版 三版 整整三個版 再告訴你說 五倍券讚讚讚 可以繳學費學雜費 然後什麼的就是 五倍券有多棒 這個效益更勝三倍券 三倍券更勝消費券 這樣子吹牛 你就知道啦 這基本上 你在思考說 自由時報跟蘇貞 蘇貞昌的關係 你就知道蘇貞昌在全力放消息 他沒有打算改變他的政策 而是他把他所有的精力 跟應該是說 他所有的資源都投注在 自由時報幫我帶風向 說五倍券好讚 在我見總統那一天 早上報紙打開來是 報紙停我 自由時報已經停我了 五倍券讚讚讚 所以這基本上就是一個局 沒有什麼機會改變 他也沒有要改變 他把他所有的利器 都放在去帶風向 去營造一個 五倍券很讚的 這樣子的一個風向 那從蔡英文的角度呢 今天早上 應該昨天傍晚就有傳出消息 蔡英文然後看到蘇貞昌之後呢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要溝通好好溝通 基本上你已經決定之後 那不叫溝通 那叫做你好好去把他們戳好 原仔攤給我戳得漂亮一點 要夠圓 不要讓他們叽叽歪歪的出來 講些五四三的 所以那不叫做溝通 那我覺得 蔡英文這個表現 也完完全全就是很符合 他的一貫作風的一種 帝王心術啊 怎麼說呢 他遇到了這個 馬千惠來跟我報告說 馬千惠怎樣 我其實心裡面是覺得說 你這怎麼這樣啊 然後你講完之後 我就說好好溝通 好好溝通這句話 其實意在言外啊 該怎麼說呢 該怎麼看待他呢 他既沒有明確說好 他也沒有明確說不好 然後按照蔡英文過去的做法 跟他一貫操作的方式 未來這個五倍券 如果出包了 民怨沸騰 民怨沸騰 然後呢就一定就是 有他的御用媒體啊 御用媒體啊 黨營記者啊 就會出來放風向 然後內幕獨家 然後呢就寫說什麼 當時啊 這個總統其實是分身身以為憂啊 但是蘇貞昌一意孤行啊 一意孤行 總統最後基於憲法職權 只能尊重最高行政首長的 這個隔魁的權力 所以呢只好叮囑他 一定要好好溝通啊 那如果沒事的話 那就是另外一方 一方觀景啊 可是這邊我先插播一下 可是在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承 他說總統也肯定五倍券 他也把總統拖出來背書啊 他說肯定是什麼肯定 他說好棒 你一定要發五倍券嗎 千萬不要發現金嗎 當然不是啊 這是場面化嘛 他就說啊 上去年這個效果不錯啊 那你今年就好好的 好好去跟大家溝通 他沒有說好 或說沒有說不好啊 他沒有跳出來 把這個責任扛在身上 是我決定發五倍券 不發現金的 他也沒有說是 我覺得應該要發現金 不發五倍券 他沒有做決定 他沒有說啊 肯定這件事 肯定這個字眼的意思 在政治上面 不像我們講說 肯定就是我一定覺得你很好 肯定可能也代表說 我們這種程度 只是沒有反對你而已啊 我沒有反對 那這種不適合否 簡單來說 出包的就像剛剛講 推個孫生長你一股行 我已經叮囑你要好好溝通了 可是沒辦法 誰叫你是首長我也沒辦法 然後呢如果成功的話 一定也是同樣的 御用媒體黨媒記者 然後跳出來會寫內幕 當時啊總統就特別在關節處 提點了蘇貞昌 你一定要怎麼樣 讓這個政策成功 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你再算算時辰 8月下旬開始 開始會逐漸定案 9月中開始開放 9月中開始開放呢 那起碼這個券 也搞了兩三個月 沒話說嘛 兩三個月三四個月 然後呢中間會經過什麼 會經過陳柏惟罷免案 會經過四個公投案 會經過四個公投案 成功了成功了 那再說不成功 蘇貞昌就剛好 把他這個券的責任 政治責任跟陳柏惟罷免案 跟公投案綁在一起 一起打包一起背鍋 一起滾蛋啊 所以我就覺得 這其實 我花了很多的時間 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每次討論到最後 都覺得很無奈 我們不懂為什麼 你們會腦袋這麼硬 耳根子這麼硬 然後你仔細想想之後 你就發現一切都合理啦 因為你在乎的 本來就不是我們民眾怎麼想 不是這些民眾 這些商家 他們此時此刻需要什麼 你在乎的事情是 蘇貞昌想要多幹 想要幹久一點 然後呢他希望 他接下來的每一天 不要跛腳 今天我現金發下去之後 大家收到現金之後 再也不鳥也蘇貞昌 你講什麼我都不在乎 我根本不聽你講什麼東西了 但是呢我發券 你就會一直盯著我 其實被罵也沒關係嗎 其實適得其反也沒關係嗎 只有你們在罵啊 別台還在勾勾送得啊 然後發券的時候 一般民眾就會講說 行政院你是不是 我很需要耶 那學渣費可不可以繳 水電費可不可以繳 什麼什麼可不可以繳 然後行政院 苦民所苦 好這個拍板OK 然後大家就 不免來一點掌聲 然後呢各大的這個賣場 各種特定的業者 那業者說 我們這三倍券 我們可不可以 五倍券可不可以收啊 又或者是說 我們提示什麼優惠 可不可以加入什麼什麼平台 可不可以幫我們宣傳 然後呢 苦民所苦 我愛這個業者願意投入 我願意配合 然後呢又獲得一些掌聲 然後又獲得一些利益團體的 這個效忠 就是這樣子啊 他必須要用券的方式 才能把你們都抓在手中 你才會持續的關注 他講了些什麼 他今天如果直接給你五千塊 給你四千塊現金 你還會再可以 蘇貞昌講什麼東西嗎 這全都是他的盤算 那蔡英文的盤算也就是 好那就這樣子 我在蘇貞昌跟券 蘇貞昌之餘券 我設一個防火牆 成功是我的功勞 失敗的話你去負責 然後這個時間點 往後拖一點沒關係 因為我接下來 疫情過去之後 不知道會不會過去 但總之會逐漸緩解嘛 可能到秋冬 再重新死灰復燃 那過程中 還有很多政治關卡 罷免案 公投案 所以蘇貞昌你也別 我現在就讓你這樣子 現在就讓你這樣子 我也不要現在跟你撕破臉 在政策上面直接跟你 直接跟你對上 這樣子的話 不然接下來那些 我找誰去背 那於是在這個戲 就得這麼演 林襲要這樣子的一些 這種角色出來 講那些五四三 六成民意啊 六成民意啊 各位六成民意支持 支持這個五倍劇 我們這攝影棚裡面幾個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個人 起碼就有五個 我是那個反對的 那起碼另外五位 是不是就要贊成 就是這都是做的啦 因為不要忘記民進黨民調 也曾經做過只有7.7%的人 反萊豬啊 所以現在告訴你六成的人 六成的人聽五倍劇 你又覺得意外嗎 都是戲啊 就是演給你看的 你可以選擇不要相信啊 不用配合他們演這齣戲啊 的確這一份民調 真是引發很多討論 超過六成民眾是支持五倍劇的 那看到很多網友就講說 現在鬼月開始了嗎 這個是在陽間做的民調嗎 對啊我就覺得說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這個數字 為什麼 因為呢跟最近很多家的民調 是大相徑庭的 那麼最近不管你看到的 各家民調幾乎呢 都是超過八成以上的民眾 說要發現金 八成九成都有 更別說大大小小 在我們的直播現場 或是我們大新聞大報告的節目啊 你做的任何民調還有投票 甚至更高 超過九成五的民眾 都說要現金保證 對因為我其實 看到那個林喜耀這樣講 我也是嚇了一跳 想說他們是活在平行時空是不是 就明明包含像是蘋果 然後還有像剛剛講到 很趕勒就這樣用啊 對還有像雅虎 其實他們講的都是 82%以上是支持現金的喔 但你跟我來一個完全相反 你跟我說六成的人是支持發振興券 你要怎麼相信你 我其實說真的 這個政府現在講了很多話 我都很難去相信他 我已經不知道他到底哪一個是講真話 哪一個又是講假話 特別像蘇貞昌院長 他每次這個大家都很知道 他這個騙神明的時機 我就不只是他 我發現整個民進黨政府 他們一個很習慣性就是很喜歡去說謊 就每次然後講的就這樣反反覆覆 然後他永遠都可以變來變去 特別像現在陳時中部長也都是一樣 他們針對不管是疫苗政策 針對像現在的五倍捐的政策等等 每一次講的都不太一樣 那其實我真的就像剛剛兩位有講到 其實我們一直都不理解 到底為什麼直到現在 他真的就是死不發現金耶 這真的是在野黨經喊破 然後八成以上的民意 都是希望可以發現金耶 到底為什麼就是不發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讓大家會覺得 其實蠻切心的吧 就會覺得說為什麼政府 你都不聽取民意 那你每次像蔡英文 他也常常coco聲聲說的 就是你如果可以拍桌子嗎 你可以如果拍桌子 如果我聽到的話 你就可以講小聲一點 你就不要再這麼大聲了 那問題是你真的有聽到嗎 我覺得政府他現在就是一直沒有讓 讓人家覺得他有一種苦名所苦的感覺 他感覺是活在一個自己幻想的一個世界 好像那個世界非常的和樂 然後這疫情也快要過去了 大家這個要準備開始振興耶 但問題就是 你現在不給我現金 然後呢你怕我存起來 但問題是 如果接下來疫情又爆發的話 那到底怎麼辦 好假設你現在發了一個五倍券 然後疫情不小心又燃起來 那我現在怎麼辦 我又沒辦法出去消費 還振興咧 對啊你來不及振興 但是我又沒有這個現金可以 立刻去解決我生活上的一些困難 那你發這不百發了嗎 所以其實因為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如果仔細去看一下國外 太多太多國家 什麼美國英國以色列 他們全部都是全車之間 你可以發現到他們原本想說 啊這個應該已經守好 我甚至可能 疫苗覆蓋率都已經六七成以上 啊穩妥穩妥 結果沒想到 就在他們覺得穩妥之際 疫情就悄悄的又回來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都非常難做 我覺得政府不能夠一直有一種 預設的立場 他一直覺得說 啊現在感覺我們已經壓得差不多 你看他們花兩個多頁 就這樣把他壓成這樣 真的果然又是世界之光 你看世界怎麼跟得上台灣 就他每次都有一種 一直活在他那個防疫光環裡面 他到現在都還是不願意去擺脫 他自己覺得啊我就是一個防疫模範生物 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 所以他就是有一種 覺得我現在做什麼 我想什麼都是對的 你們其他人都是為反而反 他現在感覺就是你們所有的人 你們所有在野黨這些聲音 根本就是多講 你們根本就是因為反民進黨 所以才去講出這些話 但不是我們是真的希望政府 你可以去了解 現在民眾到底真正第一時間 他需要的是什麼 他現在要的是紓困 他不是要那麼快去振興 你這不是真的很搞笑 我覺得他完全就是整個順序 都是沒有搞清楚的 好 加入我們一起討論的 還有資深媒體人黃偉翰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覺得不住想要講蘇貞昌的幹話 他最近幹話真的超級多 真的超級巧巧 我覺得他最好笑最好笑的幹話 就是八七水災 對 我那時候我也不知笑出來 我說是六十年前的 八七水災就是你們高鴻安 在那邊講說什麼 他治水那個什麼 他在那邊講說什麼 說什麼現在淹成這樣 以前八七水災的時候 雨量比這個還少 噢 淹得更嚴重 那現在就是怎樣 我心裡想說你再怎麼樣 你也不會講到八七水災 然後他還怕人家不知道 那有多久 我本來以為我聽錯 我以為他講八八風災 對 他還怕人家不知道說 那已經過了一甲子了 所以他還補充說 他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你現在去看災 然後你突然講說 這個淹水的東西 你拿六十年前的事情出來比較 你是怎麼樣 你是前幾天去海邊玩 跟浦島太郎一樣去龍宮嗎 回來之後發現一甲子過去了嗎 哇靠 已經2021了嗎 所以我就覺得你腦子在想什麼 他幕僚也怎麼會讓他講出這種蠢話 這過去六十年 你們八年 當年阿扁什麼八年八百億 然後還八千八百億的這個錢瞻 然後兩千五百億的水資源 這些東西都不見了 都不見了 你現在要煎水災情 你只能跟八七水災比 這到底這是掉進什麼時空類縫 我真的覺得 他最近在想什麼東西 完全不能理解 我真的看非常好笑的地方是 他一直講說 你們要看喔 我們其實仔細算的話 大概是幾百億 他是去做一些清水 然後濾化的一些設施 那他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非常好笑 他就講說 你看我們可以做到清水 我肯定是我們前面製水先做好 你看可以做到清水 那代表我們成功了 我說我的天啊 你們這個神邏輯真的是 我很佩服他們那種硬拗的能力 你知道嗎 你現在眼擺著之前旱災 後來水災 你跟我說你治水做得多好 連那個誰啊 前內政部長李鴻源他都講喔 之前在蔡總統他去這個 雲爆假車那個時候 雲爆假車去看災那個現場 到現在都還會淹水 那你不就是明擺著 你到現在去什麼去雲林 然後去嘉義去看災 不都作秀嗎 說白了你就是作秀嘛 你真正有沒有去做到治水 你現在整個騎乘 然後你的進度是什麼 那天為什麼蔡總統 他不願意去給媒體 去做一個聯合的採訪 我覺得他是非常害怕人家問 他怕他答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 就像凱翔哥剛剛講 我覺得最近其實政府 有非常多經典的語錄 他這個講到這個 欲罷不能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 我都記得那時候 在這個前瞻預算 後來8年8800億 然後第一時間遇到很多 在一檔反對的時候 他改成4年4千4百1千果 然後再進行第二期的追加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就記得 那時候我還在做爭論節目 製作人的時候 明明就有一個網頁 經濟部水利署做的 針對水資源的預算 然後就有一個列表 說裡面包括哪些細項 什麼什麼什麼的 你現在去查 你打經濟部水利署 你都可以找到那個 什麼前瞻基礎建設 預算的公開透明的網站 它裡面就明擺著寫的 那些什麼抗旱缺水的 然後還有什麼這個防洪治水的 那些預算執行比例 大概10幾20% 然後那些水資源 水量點啊 清水的都780%以上 這就完全跟孫昌講的是相反的 孫昌講說 我沒有治好水 我怎麼做警官 胡扯啊 你自己經濟部的網站就寫啊 水量點清水工程 那些都七八成啊 七八成以上 然後治水缺水的 都是10幾20%的 這樣子的進度 那就是現實啊 難不成經濟部水利署 在故意在黑你嗎 然後我就覺得真的 幹話真的超級多的 但好在蔡總統跟我們站在一起 蔡總統他走到 他真的苦民所苦 他真的非常的 走到空心菜田裡面 對著空心菜說 我跟大家站在一起 我這一刻我真的感動 我真的感動 好煩喔 好啦 可是雖然說穿了 這個政府就是很會作秀 光是五倍勸這齣戲 其實剛剛呢 凱翔又分析了 說穿了就是充滿了政治算計 但不管怎麼樣 現在呢他們在黨內的雜音 真的是非常大喔 震耳欲聾 那台北市原王室尖尖閣就說啊 孫昌說要和黨團溝通 但這不是先斬後奏嗎 為何不再做決定前先溝通呢 如果先斬後奏 那這只是告知喔 不是溝通喔 好 那麼另外來看到 這個大佬沈富雄 他就說孫昌呢 是腦筋轉不過來 你要管的是紓困 只要解封之後呢 經濟自然就能夠振興 當務之急呢 就是幫助失業的人 或者是薪水受影響的人 那台北市長 柯文哲呢罵得更兇了 他說阿大媽恐鼓勵 就是這個頭殼壞掉喔 他說現在對台灣最頂層人民來說 到底紓困夠了沒 連吃飯都有問題了 跟他談什麼振興 這不是笑話嗎 可是沒有喔 我們來看看我們偉大的自由時報 就直接說三倍券振興贏過這個消費券 所以五倍券效益預估也會超過千億元 還在給我提消費券耶 拜託 這個是不是要醒醒啊 偉翰 這還在活在過去就是了是不是 我們今天現場沒有這個立法委員 只有這個天橋收書的 天橋收書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記得很清楚啦 我現在知道你這樣一講 我已經是掉不出來 我記得當時馬英哲在2008年 他推消費券的時候 他是希望能夠達到GDP提升0.63 結果最後呢 隔年重新再去檢視的時候 GDP提升了0.43 所以呢 沒有達標 因為0.63嘛 那只有0.43而已 你說你183 結果一兩之後 180一暢能公分 略 退貨 所以說馬英九消費券失敗 那可是三倍券 有比消費券好嗎 三倍券的GDP成長不是0.08嗎 0.08 0.08耶 沽的根本沒有做過 也沒有做 他第一個沒有沽 馬英九沽說0.63 最後變0.43 那0.08 是0.43的五分之一耶 更差耶 怎麼會變更好 這第一個 天有亂象 凱翔剛剛在講說 62年前的那個87水災 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1959年 民國48年 他小學一年級 我還沒有出生 我們都沒出生 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我真的是覺得天有亂象 我插播一句 今天是北海道 今天是8月12對不對 夏天對不對 請問你知道北海道今天幾度嗎 幾度 2.6度 是128年來最冷的一天 明天我們報紙可能就會寫 因為這是日本的新聞嘛 這是新的 我剛剛看到外衣店 我訂很多很多不同的那個 所以天有亦象 我們對於我們今天版上的所說 所述也就見怪不怪了 很多東西很奇怪了 我把話拉回來 我跟大家講 因為很多網友會來寫 問一些問題說 你有沒有領那個三倍券 去年 我說有啊 還上新聞不是嗎 因為寫三倍券說 為什麼批評三倍券還拿三倍券 我當場黑人問號有沒有 千萬你記得了吧 我先跟大家講一次 一樣 我現在開始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應該領現金 逼領五倍券好 然後我也現在直接跟大家講 等到五倍券下來 因為牧雨成舟嘛 一錘定音蘇貞昌 畢竟是一個勇往直前的感染球員 即使朱凱翔擋在前面 也要當場撞開以後 繼續向前 他無所畏懼嘛 他就是要 那他就是要的這個點 也等同於 大家可以回頭再看 當國民黨 馬英九當總統那幾年 民進黨立委 每每在立法院講說 黨意強姦民意 國民黨都不管民意的時候 今天到回來看 他不但是不管民意 民意要發現進得多嘛 他連黨意都不管 因為黨意他也不用問啊 他直接就已經弄了 我看到有很多的人在 報內幕說 你再講沒有用 我看狗廢火車 現在已經加碼了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開始不講狗廢火車 今天以後都叫狗廢高鐵 畢竟我也是一個 坐高鐵被困住的人 所以加上高鐵的速度很快 所以狗在旁邊叫的時候 高鐵他更不會聽到 你凱翔跟我在怎麼講 不會理會的 所以他是狗廢高鐵 火車的話可能那個 車長聽到一下 轉頭會想 誰在叫對不對 高鐵亂入一下過去以後 我狗都來不及叫 高鐵已經跑掉了 所以完全沒有理會的 我了解 但是我要講一句話 今天這麼多的民進黨立委 議員幼稚也好 迂迴也好 或者是我妥協了 好啦你就發勸啦 可是可不可以不要收一千 為什麼這麼多的民進黨立委 會出來講這些話 是因為他 報名要多少席歸換情嗎 或者是說怎麼樣嗎 一定是他的選民給他壓力嘛 那既然是他的選民給他壓力 其實應該去年就給了 但是去年跟今年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我現在舉一個 柯文哲市長昨天講的話 因為柯文哲市長手上有數據 他說其實一直都有在緊急救助 一個人來給他一千塊 一家戶給他六千塊 去年一整年去年2020年 觀眾朋友有新冠疫情 因為去年的1月23號 武漢就封城了 後來全世界 那我們一整年也都是這樣 但就過了嘛 2020年發了1200萬 可是今年現在才8月 柯文哲能看到的數字 應該是1到7月 台北市已經發了1.6億了 緊急救護金已經發了1.6億了 所以就有人問說 你為什麼一直講到發現境 早就有發了 已經紓困4.0了 你以為我是傻的嗎 我知道有發啊 那這就是發給計程車司機 2萬塊2萬3個月 3個月6萬塊對不對 發給農漁餘會的人對不對 那請問發給計程車司機 6萬塊他為什麼不會存起來 發給一般民眾 5千塊4千塊他就會存起來 這什麼邏輯對不對 今天現在還有沒有很多人 在等著要領單用餐 很多啊 3倍5倍甚至更多 有沒有很多人其實已經 今天還有人前進跟我講說 不要忘記了 現在是8月 前兩個月還是一樣 還是要報稅的啊 對啊 所以其實大家有時候拿到一些 像一些企業補助拿到以後 剛好拿去繳稅 對 就是苦哈哈啦 那很簡單 我對於振興今天這件事情 08年跟2020年跟2012年 3倍5倍 你放在同一個天秤上面 天秤上面去蹭 你就知道了嘛 08年是為什麼 當時有金融海嘯嘛 所以大家會消費緊縮 我手上有錢喔 凱翔其實他有錢 他都不請我喝飲料 因為他說 現在看起來 今天桌上飲料是他請的喔 我知道我是舉例嘛 對 你是回到小學一年舉例 所以呢 那是怕大家不花錢 你看凱翔就花錢了嘛 那怕大家不花錢 所以呢 馬鈴鐵就想出了那個消費券 但有一點我必須講啦 消費券當時也民進到很多的 這個人批評 包含蔡總統賴副總統 他們當時就是一句話 你不要發這個 這有什麼用 要發現金 不知道為什麼當時說要發現金 現在忘記了 第二個 消費券3600是直接給 對沒有要拿錢的 他沒有拿1000塊出來嘛對不對 那你倒回來三倍券 去年我剛剛已經講了 人家是0.43的GDP 你是0.08 又或者是說沒估稅 這個數字也不準 你已經去年做了一次了 有好處也有壞處 因為大家拿到錢是會去消費 這個你大家也不要去 去argue就是說一定都沒有效 他不是說完全沒效 就像有的人他正在方向說 你不能吃人參 不能去進補一樣 身體很虛的時候 你也不能夠去吃補藥一樣 你要按階段來 那我就很簡單講了 我現在講話 你看我手摸了口罩好幾次 因為戴口罩講話 其實並不舒服 那我們戴多久了 對 沒有辦法嘛 那你看隔壁做的 就是傳說中的寶寶 那中間隔的是什麼 他還是有一個 你怎麼可以學我 剛才用這個 你剛才學我是不是 你們兩位都很想放 吃飯拿下來 誰想去消費 因為寶寶去吃飯 突然隔一個隔板 那我就不吃了 我在家就好了 我在家就好了 我告訴你中間 寶寶隔著隔板 宇書一樣你要隔隔板 都一樣 在家吃就好了 我還出去吃怎麼消費 對啦在家吃 但是你跟宇書一上車 又要戴口罩 不然人家又要拍啦 對不對 現在規定就是這樣啊 我後來覺得他在東森樓下 可能在等著要拍博士啊 好 我們等一下再講這題 我們把我們那一題講完 那重點來了 觀眾朋友 我現在這個講 大家可能聽起來輕鬆 但其實苦中作樂 真的是 我再講一次 我們不要把一件事情 用0分跟100分來算 比如說現在5倍去 我們現在發表不贊成的坦壞 並不是說因為他0分 所以我不贊成 而是說他可能不到60分 此刻 那如果是在一個 口罩我現在把他拿起來 馬上被罰錢不敢拿 這個板子都撤掉 我們去餐廳吃飯 我跟凱翔可以去隆都辦一桌 還可以吃得好開心 也不用在那邊梅花桌 還要請人家夾菜 去旅遊也毫無禁忌 你也可以怎麼樣加人 你甚至被壁爐也要戴口罩 一大堆的這些限制 解除的那一秒鐘開始 因為我們已經被封了三個月了 你看英國那個多瘋 7月19號要解封的時候 你看幾萬個人在怕裡面跳舞 他們不戴口罩 然後確診人數是兩三萬人 他不怕 因為他已經動也屌了 等到我們有一天 已經真的疫情過去了 又或者是我們不怕確診了 我們台灣人是怕確診的 這點我常常跟大家講 風土民情不同 美國昨天還有十幾萬人確診 他們好像沒有那麼怕 我們台灣人是只要幾百個確診 就全部都會 你看我們那時候 五月中的時候 你看一封城 其實沒有封城了 一三級警戒 新聞丁是全空 你看那個張哲生去拍有沒有 都總是空的嘛 那所以我現在要振興經濟 請問你怎麼振 你怎麼振得起來 對不對 等一下中嘉賓今天有一個新提案 他說什麼 他說振興券和紓困券並行 比如說要推振興三倍券 還有二十張可以直接領取的 紓困百元券 主要幫助小型商 我舉手發言 那你可不可以發二十張的 不要紓困百元券 二十張的紅色一百塊 你直接發錢不就好嗎 你要花多少錢 你把拜託 我拿紓困百元券幹嘛 我就直接拿二十張的 紅色的發票 紅色的鈔票不就好了嗎 你今天給錢的一個最大的 一個目的就是給他花 給振興券也是給他花 可是觀眾朋友 給了振興券之後 你不是商家你不知道 商家他是要 他是要有一定的 怎麼講 有一定的那樣子的本 他才有辦法 因為我今天收了十萬塊的 振興券 我沒有去銀行換之前 等於是用我自己的錢再補 那你還要還要花時間 而且還要去對銀行兌付 然後還要擔心就是說 鈔票就是沒問題 可是萬一振興券也出現了 偽券怎麼辦 那已經去年討論過了 而且我還是那句話 振興 神父熊大佬講的意思就是說 跟我意思看法是一樣的 你真正等到我們疫情 都完全解除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用講了 我可能三天看不到凱翔 他跑去墾丁了 他就衝浪了 你不用給他券他就去了 因為可以去了 那大部分的人 他就有能力消費人就消費了 那你一樣要去社會救助 去撈那一些 就是一百萬 其實很奇怪 我們去年 我們現在是一百零九萬人 可以進一千塊對不對 你說沒有錢 沒有喔 他們其實是政府給他一千塊 因為去年都講過了 那你為什麼去年的那個三倍券 我們的中低收入戶 這個 攝影大哥一直在等說 黃漢什麼時候要轉電腦 那天都要轉電腦 今天怎麼沒有轉 好啦還轉一下好了 觀眾朋友 這是今年四月 我們現在是八月而已 今年四月 我們的行政院主機單位 最後算出來的 去年三倍券的檢討報告 其中這裡 發一千塊到他戶頭 讓他領三千的 一共有一百二十一萬人 那今年四月所檢討去年七月的 三倍券的這個政策 是一百二十一萬人 中低收入戶 直接入戶頭給一千 千萬你知道我們這次多少人嗎 你剛剛不是說一百零九 變成一百零九了 對 所以有十二萬人是怎麼樣 直接被帶走了 就已經不見了 還是變有錢了 怎麼可能嘛 十二萬耶 對這怎麼就消失了呢 十二萬在短短的半年之內 因為突然他就變得不需要補一千塊了 都不要補不行嗎 我覺得折衷的辦法 那不知道是哪個委員講的 好像是何志偉還是誰 要不然你真的要發券 你也都硬的 你說你沒辦法了 那你就發吧 可是你就不要再去拿那一千了嘛 根本就很無聊嘛 第二個 我現在開始要烏鴉嘴 可是這個就是講一下就好了 全世界各國剛講 昨天美國還十萬人確診 昨天英國還兩萬多人確診 人家的施打率 都已經超過六七成了 那他還在確診為什麼 因為Delta病毒嘛 對 那你怎麼會不知道 你怎麼能保證 等我們開始五倍券發下去以後 台灣疫情如果啦 萬一 就是真的是 很不易看到這個狀況 如果又出現疫情了 那我們現在是二級警戒對不對 他又回到三級 你拿了券你要怎麼花 所有店都全部關起來了啊 那這個時候大家要不要買日用品 要不要打電話去說 我用電子支付 他戶頭裡面要不要有錢 所以就是給錢最實在嘛 都還是要過日子 受傷的時候你就先治療 然後治療完以後 應該是這樣 受傷的時候先急救 你把他傷口先處理好 但如果他傷得很重 你要讓他醫院裡面治療 最後出院才開始復健啦 振興經濟就是 所謂疫情之後的復健階段 產業要升級嘛 那你今天產業要去救的 那個產業要去救 你現在能救嗎 戴著口罩弄著隔板 餐廳也不可以說 一次進來那麼多人 也不能夠喜宴半周 也不能夠報復性消費 也不能吃buffet 自己去夾自己愛吃的東西 那你給那些券幹嘛 等到我剛剛講那些 全部都解除的時候 沒有券 自然也都是人山人海 所以我還是那句話就是說 我不是把五倍券看到 毫無價值一無可取不是 但是五倍券三倍券消費券 都是為了振興經濟 刺激你消費用的 可是現在能刺激嗎 那刺激到後來 大家真的抓狂了 真的跑出去以後 那不就又群聚感染了 也不行 它是有矛盾衝突的 所以此刻應該先發錢 過往紓困1.0到4.0 都有發給 這些社會比較底層的人 這個我都知道 只是血量還不夠 因為大家還沒有辦法 脫離那個狀況 因為一樣持續還在 無收入狀態中嘛 所以你就應該要先發錢 那為什麼要搞這麼多 這樣子弄到大家 天路人員還要印發呢 你不會印發 我就講一件事情就講完了 前一陣子其實 博小以下的小朋友 都有領1萬塊錢 對 可是那個新聞支 討論兩天就沒有了 因為大家領完錢 就兩親就沒了 你怎麼宣傳啊 你怎麼想說 快點了 你來APP 你家是三年級 你就用三年級APP 你家來五年級 你有五年級APP 五年級APP 還有加一個 再玩一把 太好了 非常的好 很划算 你快來快賺 你就沒有辦法去搞這些 又是那個部會 又是這個部會了 所以其實 他當然是希望振興經濟 但是也附帶了行政院 想要做宣傳 但我的結論是 你要做宣傳 你用了這些錢 是我們繳得納稅錢 你只是因為疫情 把我繳給國家的錢 你又還到我的口袋 讓我們先活下來而已 有那麼難嗎 很簡單的問題 蘇院長腦筋轉不過來